四只狗狗被人扔进力清池,痛苦哀嚎,拼命挣扎,其中一只已死亡。 它们要怎样才能活下来呢? 狗狗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它们能够听懂主人的话。 虽然狗狗已经很乖巧懂事了,但是仍然不能得到人们的爱护。 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虐狗事件。 狠心的人们用尽各种狠毒的方法,只是为了想要抛弃它们,或者满足自己的私欲。 能够做出这种事的主人,让人实在想不明白,当初它们为什么要养狗狗呢? 这四只狗狗在冰冷言呼的力清池中拼命挣扎。 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游戏,一旦输了就会立刻没命。 难以相信,设置这场游戏的正是狗狗们最爱的主人。 当地时间8点30分,网友正匆忙赶往上班的路途中,在经过一段翻修的公路时,网友意外发现,路边的力清池中有东西在蠕动。 而且还伴随着凄惨的叫声,听到的人心都会不自觉颤抖,因为实在太悲惨了。 网友顾不上别的,立刻冲到池边,通过近距离观察,这才发现在力清池里,有整整四只狗狗正在拼命挣扎。 很明显,他们对困在了里面,从狗狗的状态来看,已经在里面泡了很久,因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网友很快拨打了救助热线,在等待专业人士的过程中,网友自己先将比较边缘的狗狗救了上来。 他的身上沾满了力清,此时正至俄罗斯最冷的时候,池子里的力清温度很低,如果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绝对会冻伤。 幸好救援队很快抵达,他们配合默契,一边将狗狗慢慢挪出,一边在里清池里撒干粉,这样才能在不伤害狗狗的情况下,尽快分离出来。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救援,其余的三只狗狗终于全部被救出。 不幸的是,其中一只在抢救过程中,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或许是身体太虚弱,又加上长时间断水断粮,狗狗终于坚持不住了。 将狗狗救出后,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狗狗身上沾到太多力清了,想要完全弄干净,还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 大家从清晨工作到午夜,总算是清理得差不多了,剩下贴近皮肤的部分,就只能交给兽医处理了。 在宠物医院里,兽医给狗狗注射了安定药物。 等它们睡着后,再一点一点将沾染到皮肤的瀝青清除干净。 目前,三只狗狗的状态已经恢复正常。 除了身体有点虚弱之外,其余都很健康。 只是有一只狗狗,因为太饿了,吃了不少力清充饥,所以还得想办法尽快排出体外。 狗狗是多么通灵性的动物,即使没办法和主人用语言沟通, 但是被主人这样对待,它们也会难过啊。 因为狗狗能够从表情和行为判断出主人的情绪,以便更好地讨好主人。 当意识到主人情绪不好时,狗狗便会主动上前示爱。 通过一系列撒娇卖蒙之后,再怎么难过的人也会被治愈了。 它们的主人到底为什么这样残忍地对待它们呢? 其实四只狗狗平时都很听话,还是主人的好帮手。 据目击者讲述,当时是狗狗的主人亲自将它们扔到沥青池里的。 因为不想再养狗狗了,所以才做出这种事。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狗狗也是无辜的。 如果实在不想养的话,完全可以托付给别人。 这样也算是对狗狗的补偿。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哪怕真的没办法找到合适的人, 放它们去流浪也好过现在百倍。 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 以违背人道德原则的态度残酷对待动物, 应当处于相应惩罚。 相信做出这件事的主人,也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样对得起牺牲受苦的狗狗们。 接下来的这只狗狗同样也遭受了如此痛苦的经历。 仔细看,这只狗狗快要不行了。 她的身体95%都被沥青给包裹住了。 被人抛弃在了垃圾堆旁边。 救助小哥小心翼翼地将它救了起来, 并带回了家。 救助小哥仔细地给狗狗看了一下身体。 它的全身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四肢被粘在了一起 脖子也不能动弹 现在可能只有鼻子能稍微动一动了 看着虚弱不已的狗狗 救助小哥先给他打了一针营养液 之后小哥用药水慢慢地将沥清软化 狗狗好像知道小哥在救助他 眼睛一眨一眨的 好像在对小哥表示感谢 沥清软化后 小哥开始一点一点地帮他清理掉身上的沥清 下午时间过去了 狗狗的上半身已经被小哥处理干净了 他的面貌也慢慢恢复了起来 狗狗嘴巴能动后 救助小哥赶紧又给他喂了一点营养液 吃饱的狗狗也不再那么死气沉沉 他仰起脖子和大家玩了起来 经过七个小时的清理 狗狗身上的沥清已经基本没有了 最后救助小哥给他洗了一个暖暖的热水澡 并给他喂了新鲜的羊奶 狗狗一切恢复如初 他不仅在健健康康地长大 同时也找到了新的朋友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 如果狗狗会说话 你猜他会说什么 可以打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